花莲市立幼儿园今天上午举行本学期的大班族主题成果展 社区探险家 邀请家长一同参与小朋友们的成长过程 还有学习成果 而市长魏嘉贤也到场鼓励室友的孩子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快乐学习度过最后半年多的幼儿园生活 在迈向学龄教育时有着满满的能量 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这学期大班族的主题成果展 主题叫做社区探险家 市长魏嘉贤表示 在主题教学接近尾声的时候 幼儿园老师会精心把孩子们平常在学习区进行的活动规划成各种闯关 让家长陪伴孩子一起体验 除了可以让孩子们复习自己的基本功 也让家长看到孩子们所学的内容 今天我们花莲市又在大班族的一个探险成长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 我们也是邀请了家长跟孩子还有老师一起来做相关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市佑的园长老师 在过去的一个教学让孩子有很大的一个成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只是一般的礼节 然后我们到现在的一个学习成长里面有积木数学语文等等的几个区块 那我们再次的希望 孩子在大班的阶段里面培养自己细性的一个能力之后 未来在人格的发展 在学习的发展都能够有非常好的一个阶段 那也谢谢我们过去老师这样子的努力 也谢谢家长放心的让孩子在市佑里面学习 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多不一样的一些学习方式 让孩子的成长会有更好的一个发展 幼儿园园长李飞玲表示 幼儿园会针对每个年龄层的孩子 设定不同主题和程度的训练教学 让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成长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探险学习区 那我们在我们学校呢 今年是走学习区活动 那孩子在学习区里面呢 会玩出很多不一样的游戏 那在玩的同时呢 也发展了不同的能力 在这半年中老师跟教授 还有孩子在学习区中也做了许多的调整 不论是治理能力 逻辑思考 还有与同侪相处的社会性互动 都是我们重点培养的能力 尤其是在品格教育上面 也是我们最为着重的 那在学习区活动中 你会跟同侪进行许多互动 那也培养出社会性互动的良好互动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课程中 潜移默化带给孩子的 大班主题程国展在老师精心设计之下 安排了五个学习区 共八个关卡 每一个关卡都可以让家长和小朋友 一起脑力激浪 孩子们也带着家长来体验 平常在课程当中学习的事物 大人和小宝贝们都乐在其中 也增进了亲子关系 这旅会欢迎时报道